我们的评论内容上面显示的时间 用的是多久以前这种格式 先随便的发布一条评论 输入评论的内容按一下回车 你会发现这条评论的上面显示的时间是几秒以前 在页面上我们可以去添加一个定时循环更新的功能 去更新显示评论的时间 在页面的unload这个方法里面 我们可以去用一个setinterval 给它一个回调 里面去添加一个comments 然后用一下this.transform.comments这个方法 去转换一下当前页面上的comments这个数据 这个this.transform.comments方法可以转换评论内容的时间 转换以后的结果现在是comments 现在我们可以用一下this.set.data 重新的去设置一下页面上的comments这个数据 这样一面就会显示新转换之后的评论时间了 这里面再设置一个时间 用一个表达式1000乘以60 表示一分钟 这样这个内容页面每隔一分钟就会去执行一次转换 页面会把转换之后的结果显示出来 不需要重新的刷新页面 稍等一会儿 你会发现刚才发布的这条评论的时间会有些变化 这条评论的时间会发布的这条评论 这条评论的时间会发布的这条评论